喂 嗯 家里来电话 稍等我一下 我出来说 好了 哦 对了 你要的参考资料 我就放在客厅沙发上 你拿到了吧 没有 再等一期出结果 这会儿 手上正好空着 你刚刚说 我有东西落在家里了 可能是昨天看完之后 放在床边 不小心滑进去了 本来是睡了 但中间醒了一次 有点失眠 于是 干脆把学生 剩下的论文看了 怎么了 这么关心我吗 那都没有 这次失眠是意外 能像昨天那样和你一起休假 对我来说 就是最放松神经的环境了 如果真要帮我 今晚 我们再试试 其他放松的方法怎么样 不急 下午也来得及 不如我们中午一起吃个饭 我正好 还能把你上次落在研究所的凶针带给你 今天研究所有点事 我可能得晚半个小时到家 回去的路上 我正好可以去一趟书店 你之前要的参考书 我拜托老板逃到了 怎么了 心情不好吗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我明白的 我想安娜姐 也明白你是在气头上 不然也不会说 让你先冷静的话了 不然 你把事情的大概经过 说给我听听 我听完再帮你想想措辞 这句话的确不太应该 不过 或许你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把事情说开 如果甲方真像你说得这么过分 那么你们组内上下 不可能没有怨气 不过安娜 你作为领头人 确实得保持冷静的状态 但偶尔像这样发泄一次 没准下面的人 也会悄悄拍手称快呢 我的意思是 其实你与安娜姐的目标 始终是一致的 那在此期间产生的分歧 并不能称之为分歧 你们之间想要重归于好 话题或许不该仅限于 你刚刚发脾气 是错误的语气 你得让他明白你的心 我等你的好消息 不过今天大制作人 确实受了不少委屈 正好我记得 书店旁边还有一家 新开的甜品店 回家之后 就让甜食和我 再好好安慰你 好吗